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探讨了宇宙原来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环游着爱和感谢 那么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如何去落实呢 正如老法师所说的 一定要从宗教教育方面来着手 那么我们这一次的座谈会 着重探讨如何在宗教教育方面着手 以及怎么样子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合作 我们现在有请日本三重大学人文部教授 尔玉博士来发言 我们在澳大学人文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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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玉博士是一番大学人文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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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知道大师常年 主要以澳洲为基本的活动基地 在那展开很多的活动 参与很多教育方面的具体工作 那么据我们所知 澳大利亚是一个国土比较广大 而且有多民族 多种宗教 共存的这么一个社会 那么森林这种社会 在您具体开展很多活动的过程中 我想请教 您是怎么 就是具体到您这个佛教呢 在可能当然那边最主要的是 以基督教为占多数 那么具体的在澳洲的日常中呢 佛教是如何 以这个基督教为主要 教育居多的这个各种教派 之间怎么实现的各种各样的交流和对话 以及怎么就是说对于一些 有纷争的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是首先第一个问题 希望您能够在那很顺利的开展工作的 这个有没有什么秘诀 关于这个呢 希望能够得到指教 另外第二个问题呢 还是宗教方面就是 像主要是目前比较凸显的问题 就是中东 在中东也是存在多种宗教的 非常剧烈的这种争执争端 目前正在进行的也是 由伊斯兰教 主要是由伊斯兰教派和这个犹太 犹太人的这个这个 以色列之间的 还有多种的周边 很多小教之间的这些争端 那么作为大师来说 作为法师 您是如何去看待 目前发生在那里的各种各样的争端 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请您指教谢谢 指教不敢当 那么这确实是摆在我们当前呢 很严重的问题 也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早年 我是从98年 到达新加坡 99年 我们就感觉到 这个宗教的团结 化解 争端 这是当前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么我们就主动 去拜访 新加坡 各个宗教 我们用的方法 就是佛在经典里面 教给我们的四摄法 佛教的四摄法 就是现在人所说的 公共关系法 交际法 人与人之中 应该要怎样的往来 佛给我们讲了四种事情 第一个是布施 那么四摄法里面的布施 跟六度里面的布施 一丝不相同 六度里面的布施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放下 是叫你放下 那是对自己修学的 是有很大的帮助 而四摄法里面的布施 用现在的话来解释 就是多送礼 多请客 人与人之间往来 这个是 所以说是礼多人不怪 所以第二是碍于 碍于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真诚的关怀 真诚的照顾 第三个叫利行 这个利行的意思 我们起心动力 严于造作 决定对社会有利益 绝对对一切众生有利益 不分国家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 普遍都有利益 绝对不能说了 对我有利益了 别人利益就不管了 对我的国家有利益 对我的族群有利益 这个不可以 如果说只对我 把别人疏忽掉了 对我利益 就伤害到别人利益了 那么这是不能解决冲突 这是制造冲突 第四个叫同事 同事 我在讲经的时候解释 我们要跟上帝同事 我们要跟佛菩萨同事 我们不能跟人同事 人都自私自利 都真名夺利 不可以跟他同事 我们跟上帝同事 上帝爱世人 我们跟佛菩萨同事 佛菩萨大慈大悲 所以用这个慈悲 用神圣的慈悲的爱心 来跟佛菩萨 来跟佛菩萨同事 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所以我们就主动 去访问新加坡九个宗教 我们完全用平等心 恭敬心 我们到达别人的教堂 我们也像对佛菩萨一样的礼金 礼拜 那么我们这四摄法里面讲的 送礼 我们每一个宗教 在当时我们送十万块钱的礼 这个钱送给他们 帮助他们办慈善事业 因为许多宗教 他们办的有孤儿院 有养老院 有医院 有学校 所以我们都去帮助 那么我在那里行 做这个事情 确实是把这几个宗教 都团结起来了 诚心诚意来交往 当时佛教界里面 有些同修提出反对 他说你是佛教徒 这个佛教信徒的供养 你怎么拿去革外道 革外道 那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们佛教 要不要办社会福利事业 要不要办养老院 要不要办孤儿院 要不要办医院 他说要是应当的 我说人家都办了 人家都办得很好 人家办 我去投资做股东 有什么不好的 我加入了 我说他办就是我办 我办就是 何必要分彼此呢 既然有人要办的时候 那我们就全心全力去投资 去帮助他 这样大家心也就平下来了 也就真正了解了 只要是利益社会 帮助社会安定 促进这个世界和平 化解这个一切的误会 这些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要做 尤其佛法里面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慈悲是心 如果没有方便 慈悲是抽象的 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必须要有方便 什么叫方便呢 方是方法 便是最适合的 换句话说 方便就是最适合的方法 什么时候 现前适合 不是过去时候 也不是未来时候 现前最适合的方法 落实我们的慈悲 我们要团结 全世界的宗教 全世界不同的族群 我们需求这个地球健康 这个地球上的社会安定和平 然后才会有繁荣 才会有兴旺 我们希望我们好 先要希望别人好 别人好了 我们自然就好 如果说希望自己好 没有想到别人 这个日子永远都是难过的 所以这个在新加坡 我们就展开这个工作 99年 新年的时候 我们在寺院里面 我们就想到 这是一年当中第一个节日 最大的节日 人人在这个节日 都能够家庭团聚 但是 你想想孤儿院的孤儿 想想养老院的老人 他们都可怜 所以我就想着 所以我就想着说 我们这个吃团圆饭 我说我来请客 我把他们通通都请来 我们一起来过年 那我们请客呢 我们正式发请帖 孤儿院里孤儿 这个这个养老院老人 一生可能都没有人 正式邀请他 我们这个请帖给他 他非常感到非常温馨 非常温馨 这是精神上的 这个 帮助他了 那么在这个99年 我们请了3800人 我们请新加坡一位部长 做我们的主兵 做我们的贵宾 这第一年做得很成功 也邀请了九个宗教 他们都来参加 大家看得很欢喜 完了之后 告诉我 我说我们明年还做 我说好 明年欢迎你们大家一起来做 随到2000年 这2000年 邀请的人数就到8000人了 那个新加坡的总统 纳丹总统 出席做我们的贵宾 那我们名义上 给九个宗教 九个宗教共同 来做这个晚会 做共同的晚会 所以这个样子 把宗教团结起来 那么在同年 我也想到 宗教与宗教之间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会有矛盾呢 彼此不相往来 这最可怕的 彼此不相往来 就互相猜疑 我猜你 你猜我 越猜越错 那所有这个一些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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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误会 就这么样造成的 矛盾是这么造成的 那么欢迎就是灾难 也就是这样造成 所以一定要通 一定要沟通 那么沟通最好的方法呢 是我们一起组个团去旅行 所以我就邀请九个宗教 这个这个 这些领导人 每个宗教两三个人 我们组成这样一个团 到中国去访问 很难得 中国国家宗教局 接待我们 我们在中国旅游十六天 这十六天 我们生活在一起 这个这个天天都都都在一块 那交谈的时候就非常长 彼此才真正沟通 真正了解 从日常生活 谈到这个宗教的一些 宜归 这个宗教的交易 无所不谈 这样感情呢 就加深了 那么我在第三年 第三年是新加坡总理 吴国栋接受我们的邀请 那么这是新加坡 是内国制 实际上这个权力 是在总理手上 不在总统 所以为了安全的这个关系 他就限制我们 希望人数限制在五千人 不要超过五千人 因为我们估计会超过一万人 虽然这限制呢 实际上参加的大概有七千多人 所以这个会议会很新鲜 那么在第三年 由外国的客户来参加 有印尼的 马来西亚的 吉普赛的 泰国的 越南的 菲律宾的 都有这些宗教徒的时候 他们来参加 所以这个活动 就逐渐逐渐就扩大了 影响面就大了 这是第三年 那么我跟印度尼西亚 接的语言 可能也就是在这一次 因为印尼回教的一个代表 他来参加我们的晚会 回去之后没有多久 他就担任这个印尼宗教部的部长 所以他就升官了 到了部长 所以我们一见面的时候 一见如故 又非常欢喜 这个语言可能是从这个地方接的 所以我们根据新加坡这三年的经验 澳洲那边 多元文化部也知道这个事情 多元文化部的部长 也是移民部的部长 所以他就非常欢迎我到澳洲去 那我到澳洲去 他给我一个特别的签证 大概是 好像是国家尖端人才的签证 我已经这么大的年岁了 七十多岁了 他给我这个签证 一般人都感觉到意外 所以希望我在澳洲能够帮助他 团结族 团结宗教 那么澳洲这个工作做得很有意义 而且做得很好 国家来主导 而由学校来推动 所以这个很难得 非常非常的难得 所以我对于这个格里菲斯大学 他们就推动宗教的团结 难在什么地方 信仰宗教的人不多 大概在全国信仰宗教的人 人口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还有百分之七十多的人不相信宗教 甚至于还有排斥宗教的 这个是会做得比较辛苦 但是宗教的联系我们有经验 所以也做得也很相当有成果 那么这一次印尼来邀请 这个第一次到印尼去 是印尼副总统发的邀请函 我们一下飞机就到总统府 跟副总统结面 那么他给我提到 这个印尼社会不安定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不安定 第二个是经济上的问题 我跟他谈 我说社会不安定是第一大问题 经济是属于第二 只要社会安定了 这个国外投资的人就多了 你的经济会起飞 所以应当把社会安定的问题 搬在地上 那么社会安定 他也想到了 他说印尼信仰伊斯兰教的 占全国人口八分之八十 那么另外的 他还有天主教 有基督教 有印度教 有犹太教 有佛教 佛教的人口大概有七百万人 所以我这样一算的时候 印度尼西亚信仰宗教的人 应该是在95%的样子 那这个国家要推动宗教教育 是非常好的环境 所以我向副总统建议 向他们这个国家高级领导人 还有这个宗教部长 那么我也在那里 邀请印度尼西亚六个宗教的 他们里面的一些代表 我请他们吃饭 我们在一块交流 谈得非常融洽 非常欢喜 除非我意料之外 我说印度尼西亚能够推动宗教教育 是个很理想的一个环境 尤其我没想到这一次 他们总统来邀请我 所以我们预定了 2月17号去访问印度尼西亚 我想我要把我这些想法的时候 给他们建议 希望印度尼西亚的时候 推动宗教教育 用宗教教育带动家庭教育 带动学校跟社会的 伦理道德教育 那么他们有这种热忱 尤其六个宗教都能够配合 非常难得 所以他们能够做好了 给全世界做一个 和平安定的好榜样 那是无量功德 所以这次我是很乐意 接受他们的邀请 我去访问 做第二次访问 刚才尔玉教授还谈及到 中东问题方面 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 中东问题是一样 回教徒实实在在讲 回教里面有极少数的集团分子 大多数回教徒都是爱好合 这个我跟他们的接触很多 所以那是很少数 但是这个如果是通过 伊斯兰古兰经的教育 所以现在这些人 这是感情冲动 他不知道真主是怎样教他的 如果能够推动古兰经的教学 大家都知道了 穆斯林应该怎样 学习真主的教会 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交流非常重要 密切的往来非常重要 会议论 日本の基督教は 0.01% 1000人に1人 にならない位ですからも 最も日本の社会の中では 少数の信仰者であ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後で中西先生の方でお話が出て 日本の仏教徒というのはどういう立場に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が難しいところで みんなお寺に関係している人が大多数ですけれども 同時にそれがどういう形でどの意味で信仰を持っている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 0.1%でもそれなりのキリスト教の宗教的な力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しかしなかなか対話をしていくとか他の宗教を認めるとかっていうのではなくて キリスト教なども自分が絶対という立場を一番強く主張する立場の宗教ですから その立場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は 私などはそういうことの中で自分の宗教の立場を守るけれども しかし他の宗教の立場の人たちの言葉やまたそれを理解しまたその人たちと共に その人たちの持っている教えも学んでいくという生活をす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を 強く主張もしてきましたし また特に私などは日本のキリスト教というのは どうしても ヨーロッパに 主として日本に戦後に入ってきたのはアメリカの宗教です アメリカの宗教でアメリカのやっぱり宗教師たちが非常に排他的なことを教えてきた 過去の歴史があります 今やっぱりそれに対するもっと広い形での宗教の世界を見ていく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を 私たちの日本のキリスト教会の中でも出てきてですね そして宗教間の対話というのを小さな形でできるんですね しかし大きな形でできないんですね 小さい形ではでき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宗教者がお互いに本当の意味で対話が成り立つというの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ので よく星が来て もう少し私たちを招いてくださったのもですね そういうことの一つだと もう一つやっぱり 団体的にも大きなつながりを持っていったら もう少しお互いのことが理解できる 関係になっ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ことを教えられますし 私は個人的な形ですけれども 星にあってですね もっとこういうことに一緒に対話をし また一緒に何かができることがあったら一番いいんだかなという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けれども しかしそれが私の属している宗教団体の組織とですね 一緒にこう入ってくるなというのはなかなか難しい状態ですし それが世界の中でもっと大きな形でですね いろいろな対立や問題というものを引き起こしてくる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ただ私たち日本人はですね 比較的宗教の戦いを 殺し合うような戦いをしてないんですね で最近この今お話の出ました中東のああいうこう イスラム教とキリスト教とかユダヤ教とかっていうような人たちが あれだけ激しいということをしていると 我々はそういう形での宗教の体制よりもっと一緒に対話を持ち お互いの平和を持っ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だということを主張したいし それからまたそういう生き方をしていくべきことが大事だということを いつも思っていながら しかしキリスト教の立場で言うと 数の上では私たちは日本の社会の中では少数ですから なかなかこう全体とどういうふうに対話をしていくか いろいろな形でもうすでに20年30年以上前から そういう対話が行われてきて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ぜひそういうまずお互いのことをちゃんと知るという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から その大事な機会をですね 私は小さな形でこういう形で 教えられていることは嬉しい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が ぜひ日本の社会の中でも どういう対話が可能か また対応する努力をしててくださる それの中にこれからどういうふうに私たちが協力していったらいいか それは少し日本に来て感じていらっしゃることをお話しいただければありが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基督教徒只占日本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一 也就是说一千人里头还有不到 还不到一个人这么个比例 一千日本人里能有一个 有说连一个都没有 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它虽然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比例 但是正像您也了解着 基督教在我听您说到 各个教派之间应该是 求大同尊小一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呢 那么我想到的是 基督教这个教呢 在他当然现在目前所说的 日本的基督教更主要的 更多的他所占的成分和他教义的偏向性呢 他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更直接由美国流入的这种 这个成分更多 也就是说这个宗教呢 实际上也是像大家所知道 他具有很强的排他性 他是始终尽管他的人数占少数 但他始终呢 认为就是必须要实时其应则 也是这样去宣传 也是这样去传播呢 认为呢 我这个教才是最正统的 或者说我这个教才是真正的宗教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本身呢 就对于您刚才说的 关于大家应该 共度拥有爱心 多交流这个 实际上应该是一个 矛盾的现实 这是一个我意识到的问题 另外呢 具体他说 我相信待会儿可能中西先生 会提到关于日本的 这个佛教徒的问题 他说我是不好下定 因为呢 日本呢几乎 如果说佛教徒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这个不好说 因为日本在日常生活中 几乎人人都会跟寺庙 是产生联系的 也就是说 那个日本人呢 是结婚去寺庙 死了进教堂 日本的普通的习惯是这样 当然年轻人 现在结婚也去教堂 有这样的 但是总体的传统的做法是 结婚呢 是按照日本式的进 进这个寺庙 是以佛教形式 然后此后呢 基本上呢 藏领呢 都是这个西方的宗教形式 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日本本身就是这些定义都很外向 那么我想请教的问题是 在您强调 各个宗教之间进行交流的前提 是应该尽量多的去主动的了解对方 发现对方的优点 那么才能够就是说 这个互相交流的前提才能够成立 也就是说 我理解成 也就像孙子兵法说的知己知彼 才能够就是有一个寻求共同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日本的宗教呢 比较有它具体的一些困难 像小贩 我很荣幸 我能以这种非常小的形式 和个人的身份 受到您的邀请 来亲自呢 听您就很广泛的话题 进行教会 这个呢 它我荣幸很 但是我是觉得 日本呢 就不能够像做到 像您刚才讲到 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实现的那种 各宗教之间的交流 大的规模 几乎没有小的 很小的星星之火 那种程度的呢 时不常的会有这样的事情 那么听了您讲到那边的事情 自己感到由衷的很羡慕 那么请指教 据您了解的日本的 这个宗教的现状 您认为具体的认为 那么我们像现在这种 宗教的比例 以及各个团体之间 基本出于一种 互相没有交流的过程 在这种状态下 具体怎么挑这个头 开展这个活动 那么从我本人来说 我是希望 大师呢 下一回 如果有机会 来日本呢 能够直接指导 帮助我们呢 联系起各个团体之间 就是扩大比今天的范围 更大一点的 这个宗教 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 谢谢 这个现象 在现代社会 许多地区 几乎都相同 就是在台湾 在新加坡 甚至在澳洲 即使同样是佛教 每一个这个道场 彼此都互相不往来 都有自在毁他 都有这些情形 那么这个是末法时期 很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说到很正常的现象呢 他不学金教啊 那这就是正常现象了 他如果对于教理通达了 那就不一样了 就是说 虽然说学佛 他是有名无实 没有真正的 去学习 所以这个学佛 首先我们要了解 佛是什么 如果对佛都不知道 都不能了解的话 那这个学佛 当然是迷信 这个社会 一般大众啊 说佛教是迷信的 我们也不能否认 为什么呢 在形象上来看 他确实是如此 那么跟从前 那完全不一样啊 佛教传到中国来 甚至于是 我们仔细去观察 你在经典里面就能读到 社加摩尼佛一生 他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明了 社加摩尼佛一生在教学 那经典里面记转经典里面记载 他每一天讲 讲经二十 印度的二十 就是现在的八小时啊 每一天教学 叫八小时 教了四十九年啊 所以 他是教育 他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总结起来 不外乎三状事情 第一个是叫我们明了 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个是叫我们明了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第三个是叫我们明了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现在人讲的不同维持 空间生物的关系 那么这三种关系 都明白了 都清楚了 而且没有丝毫错误了 这个人就称之为佛 称之为菩萨 这佛呢 他的明了是圆满的 菩萨呢 虽然明了 还不能讲圆满 所以佛 菩萨不是神仙啊 他这个字的意思 翻成这个汉语是 觉者 是个觉悟的人啊 用现在话 就是明白人啊 佛菩萨是个明白人啊 凡夫是个糊涂人啊 不明了四十真相啊 所以真正明了呢 他的思想就正确了 他的言语行为的时候 必然能够顺服大自然 这个这个这个 运行的法则 大自然运行的法则 这叫道啊 随身自然 这个这个 这个 规律 这个这个 这个就叫做德了 啊 所以道德了 那么今天道不明了 大家迷惑了 德就没有了 啊 德没有了什么 随身烦恼 随身习气 尤其是现在 这个一般 学校教育 这个教育太可怕了 啊 我在美国住了十五年 啊 有些美国教授 我们常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也有谈到 啊 我说美国的教育 是不是从幼稚园就开始叫竞争 是没错 就叫竞争 啊 我说你知道吗 竞争在升级 就是斗争 斗争在升级 就是战争 那现在战争呢 是核武战争 森化战争 那战争的结果就是世界末日 我说这个种教育的理念 教育的方法是走死路啊 这不是走生路啊 东方圣行的教育 跟你们恰恰相反 从小就叫什么 叫你礼让啊 叫你懂礼呀 要晓得让别人啊 啊 这里人人都知道礼让啊 这个世界都没好 啊 所以这是一条三路啊 啊 这个是东西方教育思想根本不相同的地方 啊 但是现在 今天西方科学技术发达了 强大了 人就迷失了方向了 啊 那么西方现在的时候也遇到困难了 科技发达的时候 他不能解决问题 带来的是痛苦啊 所以现在要到东方来寻宝 要来找解决的问题 那东方人自己不自觉啊 要迷信西方 这个麻烦在此地啊 所以归根戒笛 这个教育还是非常重要 那现在的时候 我们好处在哪呢 好处在今天有高科技 啊 如果我们能够说实实在在话 在今天整个世界 能够有二十个人到三十个人啊 真地像佛菩萨一样 心包太虚两周沙界啊 能够爱世人 能够爱众生啊 我们组成一个小团体 我们自己拥有一个卫星电视台 我们轮流讲 每一天在那上课 对全世界人民上课 上课的内容是什么 内容是各国宗教的经典 让你学信仰什么样的宗教 你一定要深入你自己的经典 神圣人 教你怎么样想 教你怎么说 教你怎么做 人人都能依照宗教经典 这个世界好平啊 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了 所以即使在今天 像在中国大陆这么大的佛员 现在家庭教育没有了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都脱离了伦理道德 那么宗教教育现在也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大家不研究进教了 我常常给我们学佛的同学们在一起谈 我说我今天能够有这么一点点小的成就 没有被社会染污 没有被淘汰 什么原因呢 天天讲经啊 每天讲四个小时 讲了五十多年啊 我讲劝别人也劝自己啊 所以常识宣修 不知不觉地入了这个境界 而在这个里面得到了欢喜 得到真正的利益 得到真正的发喜 所以中国古人常讲啊 一门深入啊 常识寻修啊 这个是能够真正啊 脱离一切的染污啊 能够保持自己的纯净纯善 唯一的秘诀 那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寻修 所以不但我们今天啊 今天是一个多元的文化 是一个开放的学会 我要说佛 我要学其他宗教的经典 我了解啊 我能够跟他交往啊 我如果不认真学习他们的经典 我对他不了解 我没办法跟他往来啊 所以我的书架上 就有很多宗教经典呢 我天天还是在阅读啊 那我跟他们往来的时候 我就占便宜啊 我知道你 你不知道我 你吃亏了 那你要跟我往来 你一定要去看佛经 所以这个样子 我们的宗教之间就通了嘛 误会就解决化解了嘛 歧视就不会有了嘛 对立也不会有了嘛 所以说是内心里面的红目 我常常讲 内心里头把自己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放下 矛盾放下 我们对悟的人也要爱他 要知道什么 他是一时迷惑 一时糊涂 一时的误会 那个不是他的本性 他的本性是善良的 他的本性是慈悲的 他的本性跟佛一样充满了智慧 那么这个就是三字经上所讲的了 狗不骄傲信奈迁 他没有接受到良好教育 他被社会染污了 那么今天社会是个大染缸 所以是掉在这个社会 不被染污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决定不可能 所以这是我们深刻了解的 我们能够没有被染污 就是天天在经教上 天天跟圣贤人接触 所以我自己 我已经差不多有四十多年 没有看过电视 没有看过报纸 这个电视广播 这个东西通通都离开了 这四十多年当中 我只有经典 除佛教经典之外 其他一切宗教经典 陪伴着我 所以我知道的是 在今天这个时代 唯有宗教教育 能够挽救这个世界 所以宗教信徒 宗教司能够联合在一起 那就是真正是上帝的使者 来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这是我所期望的 我也是在世界上 各个地方 这个联络各个不同的宗教 但是我说出来 大家都能够接受 都有这个共鸣 所以我觉得宗教的团结 推动宗教教育 是很有前途的 敬cional是一日文化的原则 也郝伸宗教子 将に提出 ều伴来跟你说 今回残して 敬 Material 伴来中了 私 that有契有讨务 Beoul Deienza 我访问 oking 日本的仏教会 あるいは神 alien 第四十东 기�ğu 和念仏 叛为 複数自移 人口 一番多ì 那無阿弥陀仏という浄土宗そして 浄土神宗李宗ということでそれ に連われる人口が一番多いんです けれども実はこの浄土宗の中でも 色々な流れが噴発がありまして そういう同じ浄土門に属するそう いう方々の対話も未だかってあまり 盛んになさ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ような ことから最近やっとそういうこと が大事だということから呼びかけ まいりまして私も東京に1ヶ月に 一度のそういう会議に寄せていただ いてお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同じ浄土 阿弥陀仏という信仰であります けれどもその受け止め方という ものについての確かめというもの もやっとスタートしたところで ありまして去年にいろんな立場の の方の中での話を聞かせていただ いてもっともっとこういう対話と お互いの理解 世界各国のいろんな宗教の私自身の勉強 ということも大事だということを 気づかせていただいたわけであります 精進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日本の仏教人口 実際には 多くの仏教人口が多くなっています でも真正的 毎日 必読功課 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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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博语解说和如何永诵佛经的专门经验交流会 我每个月至少要到东京来亲自参加一次 然后从这儿得到的新的启发和新的启示 我又回去要传播给下面 在这方面总是有了一个很好的开断 现在这次能够接受法师的邀请 又能够到您身边来亲临您的教诲 我能对我来说对我们整个教派来说都是莫大的荣幸 而且也是很值得珍惜的为数并不多的这么个机会 所以今天在这儿通过这些交流得到了很多好的启示 我是愿意把我在这儿所得到的和体会到的能够贯彻到我 从今天以后的这种具体的活动当中去 另外我还就是听了您讲了以后 我就觉得我更有必要不应该满足于目前这种 比以前状况有跑转的现状 而应该更加的扩充这种 像更广泛的 这个对佛学有兴趣 或者是是佛教徒 但是没有具体落实应该做的 和行动的这些教徒们呢 更多的去讲解他的就是读佛经的意义 我自己呢也通过您的教会呢 我明白了我不光要读这些东西 还应该对一些其他的身边更近的一些宗教的教义 有最基本的了解 我也希望我自己通知以后开始这方面的学习 平和の運動中には非常に宗教者たちも一心加わ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る 平和研究の中でも宗教者の対話というのは非常に重要な位置を占めています ただ今お伺いしまして 一つ分かりにくいのが宗教教育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も キリスト教はキリスト教の宗教教育がある イスラム教はイスラム教の宗教教育があると それは同時に共存するためにはですね 相手の宗教を尊敬するとかですね そういうことも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 そこら辺のイメージがまだ分かりに辛いんですが おっしゃっているのは 本当に教義を極めればそういうことも分か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ども そこまでなかなか普通のものいきませんので どういう風に宗教教育というのをやったらいいのか そこら辺を少しお伺いしたいと思うんです 法師剛才反復強調的 簡単的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說 一個人一個宗教工作者 如果是佛教徒 對佛經應該有一個非常透徹的理解 當然是通過不斷努力的學習和研究 應該有一個非常透徹的理解 那麼到那個時候你會有一個新的境界 這個道理的非常的那個覺得很精闢 而且能夠理解 我想再請教的問題就是 那麼在我所從事的研究和具體的從事這個世界 爭取世界和平的這個具體運動過程中 有很多宗教學派參與進來 這個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工作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也意識到 不光是自己身體力行的進行這樣的參與這樣的工作 同時呢要普及所謂的您剛才反復強調的宗教教育 這個環節是不可以放鬆的 因為這是培養後續人才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那麼在通過您剛才講的所有問題裡頭 我希望在一個問題上能不能更加具體的得到您的這個教會呢 就是如果在一個很不是很廣泛的範圍 而是比如說是同一個地區或者同一個城市裡面 它同時並存著兩個三個不同的教派不同的宗教 那麼所謂的這個宗教教育 它的具體的東西應該怎麼去教給人們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信仰的人們如何通過宗教的受宗教的教育 達到一個和平共處 大家共存共生的這麼一個理想狀態 希望就這個問題能具體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在這些年代中 與許許許多多宗教交往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那就是愛 因為你想佛法 佛法將慈悲為本 方便為本 慈悲就是愛 佛家為什麼不說愛說慈悲呢 慈悲是理性的理智的 愛裡面有感情 所以愛它會變直 愛會變成恨 但是慈悲這個愛是絕對不會變成恨的 所以佛用慈悲不用這個愛 所以它是基於智慧 它是基於智慧 基於這個理性 那麼基督教 天主教 猶太教 可以說是一家人 我曾經有一次在新加坡 有個朋友請我吃飯 那麼在座的 有從南非來的幾個歐洲人 他們就提出一個問題 就問到這三個教的關係 問我的看法 我舉了個比喻 我說 猶太教呢 像帝王時代的皇上這一派 天主教呢 是皇后這一派 基督教呢 是太子這一派 他們聽了之後點點頭 他說你比喻的很恰當 就是 我說他們是一家了 一家三派 就是 一家三派 就是 那麼我說 我跟他講 我說他們的經典都是一部新旧約 這個猶太教學的是舊約 天主教是新舊約都學 基督教偏重在新約 這一部書裡面 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是 上帝愛世人 神愛世人 我說這是共同的 這最重要的 那麼伊斯蘭教 我們看到古蘭經 每一個重要的一段經文的前面 一定有啊 真主 確實是仁慈的 所以 我們把許許多多宗教的典籍 匯合起來看 所以 仁慈 博愛 是所有經典裡面 統統都有 那我們就以這個為中心 我們就可以能夠在一起合作了 那麼再看看宗教最後的目的 都是教人利苦得落 啊 所以他的宗旨 是個愛 相同 最後目標啊 是令一切忠神利苦得落 也相同 宗旨相同 目標相同 宗教怎麼能 怎麼怎麼怎麼 怎麼能是不能合作呢 那有這種道理呢 啊 所以決定是可以合作的啊 只要我們了解自己 都自己呢 對其他一切宗教經典 我們就知道這是一家人啊 啊 所以我常常講 全世界的宗教徒都是一家人 不是親兄弟啊 就是表兄弟 就是堂兄弟啊 通常是一家人啊 所以啊 一家人變成不認識了 就是彼此不往來啊 啊 彼此不往來變成陌生人啊 啊 不知道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啊 啊 那麼我這些談話了 在日本也被中村康隆老和尚肯定啊 啊 老和尚啊 啊 告訴我們 他接見我們說告訴我們 他說全世界啊 所有宗教創始人啊 通通是觀世音菩薩的化人啊 啊 那天乔本你看到 乔本就告訴我 老和尚一生都沒有說過這個話 啊 你也在聽上 這是老和尚肯定 全世界信仰宗教都是一家人 都應當把神聖的愛 從我們自己本身發揚出來 發揚光大啊 啊 我們代表佛菩薩 代表上帝 代表神聖去愛世人 去幫助世人 去把世人的苦難解救出來 好 那麼建立在呢 仁慈博愛這個宗旨 以大大眾啊 離苦得樂為目標 所以我們相信呢 那通過我們共同的努力呢 一定能夠達到 全世界的宗教的合作 以及世界的和平 那麼我們也期望著 正如剛才施錦牧師所講的 我們期望著在日本也能夠 同樣能夠見到 像新加坡 像印尼這樣子的 宗教融合 宗教合作 能夠共同推廣宗教教育 使我們世界真正達到和平 那麼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四位專家 這麼精彩的座談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